而在交通意外清明廉家期间 台九线上是挤满了车槽 就有重机骑士为了不想塞在车阵当中 就直接骑上了机车道 结果在行进路口的时候 疑似视线不佳 遭到转弯车迎面撞上 所幸双方都没有生命危险 台九线上排满车槽 其中一台白色轿车行进路口要左转 没想到车头才刚进弯 就撞上了一台行驶在机车道上的大型重机 这其意外就发生在10月4号 清明廉价期间 有重机骑士为了不想塞在车阵当中 直接违规骑上机车道 还连闯了几个红绿灯 直到发生车祸 所幸这起车祸并没有造成严重伤亡 骑程重机的将信骑士及乘客 也只受到部分差错伤 在松移后没有生命危险 而新城警分局也呼吁用路人 务必遵守交通规则 依规定离让 大型重机也请勿行驶在机满车道 切勿为了抢快而有违规行为 以维护用路安全 记者新城乡综合报导